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去我们主页搜索一下 然后今天我会针对它的储物空间方面的一个表现 还有就是它的动态驾驶感受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首先在前排 它的储物空间除了常规的门板还有背架之外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把扶手掀起来 这里是有一个小袋子 可以放一些你的行驶证 或者平常的一些手机什么的 就不怕它滑落了 还有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槽 那这也可以放置一些小的东西 然后背架的话大家看 可以这里打开之后 它是带线位功能的 所以也是一个比较贴心的设计 然后最后再往上看这里有一个挂钩 那平常我们买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也可以挂 然后下方我觉得是可以放一些 女士的包包啊高跟鞋等等 所以从整个前排的这种 储物空间上的一个体验来看 还是比较用心的 也是比较实用的 来到后排呢 其实除了常规门板这里有一个储物的地方之外呢 手机这里还是有一个地方可以专门放置的 嗯 很实用 那它没有像很多车去做一个联通的设计 就浪费了这一方面的空间 那这台车其实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再往下看呢 这里有一个抽屉式的储物盒 往出位拉 那可以看到它这个纵深还是非常深的 一个手机的高度差不多 然后我觉得放个几瓶矿泉水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在后排的这个储物空间来看呢 也是比较用心的啦 那在后排的这个空间乘坐的舒适性上面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首先它的坐垫是有做了一点点加长的 往外突出来一点 所以呢 你会感觉到整个腿部的乘托性是变得比较好的 而且它各的这种包裹 以及呢填充物的这种柔软的程度 我觉得也是做的非常适中的 还有呢就是它的靠背是可以往后调的 那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躺姿了 并且呢整个腿部空间也有余量 距离前排的位置还有大概两圈左右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体验 我觉得对于这台车 作为一台家用车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最大的惊奇呢 其实在后备箱 那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它后备箱的这种储物空间 能够看出这台车 它所花的一个兴时是非常多的 首先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盖板 那它就形成了一个上下分层的空间 这里呢下方可以放置大件的行李 上方呢可以放这些小的物品 然后包括这里呢 也是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储物格的 然后呢再往前 大家一看 把这个隔板一拉 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储物纸盒 那这个也是可以放置很多东西呢 然后呢左右两边就不用说了 一二三然后加起来就有六个储物槽 也可以放置很多品品罐罐呢 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有呢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 这些挂钩其实它是可以随意的去组合的 比如我悬下来之后呢 我想在这上面挂个挂钩 那跟我这边的组合起来之后 你可以拉个网啊或者 拉个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个遮光帘啊 去保护你的隐私啊都可以 然后呢再往左边看 这里有一个250伏10安的一个充电口 那这个呢我觉得就很方便了 相比于那些对外放电 还得去拉条充电线出去 来说方便的太多了 直接我们把插头一怼就完色了 那把座椅这样放下去呢 可以看到它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全屏的空间 包括这里整个靠背 它也是平的 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坡度 你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吗 因为那是当我们把这个座椅呢 拉下来之后 它的整个座垫也会下沉 所以呢这样就能充分保证 这里是全平的 不会有一个坡度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 比较热门的这种出去露营的活动来说的话 以后可以在这里放置一个小的双人床 我觉得也是完结够用了 所以呢在空间的这个利用力 还有说整体的这种组合的方式上面 这台车其实你是可以去变化出很多花样的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去把车开起来 看看它的动态表现怎么样吧 OK那我把这台车已经开起来了 刚才其实也开着这台车在这边绕了一大圈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路线是很标准的这种城市的路况 既有很平整的这种铺装道路 也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电波 还有呢井盖等等 然后呢包括这里的红绿灯 其实也算是蛮多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很好的来感受一下 这台车在标准的城市路况下的一个体验是怎么样的 那首先还是简单来给大家报一道这台车的一些相关的参数 530公里的续航里程 那这个是在CLTC的一个工况下 然后呢它给到的是一个前置的单电机 最大功率160千瓦 最大扭矩呢310牛米 那这样的一个参数放在同级别同价位的车型来说呢 也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表现吧 那现在呢我们正好是红绿灯起步啊 那其实这台车呢它的整个电门的设定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也很符合它家用车的一个标定 首先就是起步阶段它是比较轻柔比较沉稳的风格 它不会像很多电车会把整个扭矩提前 整个动力提前之后给你做得很冲 你轻点一下油门它就会穿出去 这台车不会它是很线性的 甚至我觉得它的整个电门的这种踏板的感觉是有点像德国车的味道 就是基本上你踩多少它就给你多少动力 那我现在想深踩一点 那整个动力的攀升是比较循序渐进的 它不会让你觉得很难受 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作为一台家用车来说 这样的一个调校是非常好的 开起来真的非常舒服 那这台车呢它的一个刹车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 属于是脚感来说比较能够快速的去适应的 因为呢它的自动力不会说提前的很快 它这种感觉踩上去的Fu呢有点像日气车的那种感觉 它会给你稍微滞后一点点 但是呢当它的自动力上来之后它又很线性 所以你踩下去之后整个自动力会让你觉得 并没有说会让你整个人有一个重心前一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无论是电门的调校或者说整个刹车大板的这种调校来说 真的很适合在日常城市的这种通勤 走走停停红绿灯啊你都会有一个非常舒服的体感 所以呢即便是女生来开我觉得这台车也是比较好上手的 不过呢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可能如果大家第一次开这台车是需要去适应一下的 就是它的整个视野其实会稍微来说没那么好 因为我刚才上车之后呢按照我平常开车的一个习惯去调的话 我会觉得整个视野的盲虚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是女生如果是购买了这台车之后呢 它的一个整个视野包括你的坐姿是要调的高一点点的 因为它整个基盖的隆起是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的 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大家去适应的 OK那前面呢是一段小的弯道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在操控上面的一个感受 那其实呢很明显的能view的出来这台车它的转向手感是比较线性的 它整个转向的角度跟整个车头的这个转向角度呢是比较合拍的 它不会出现说我在转了半圈的情况下呢车头还没反应过来 或者说出现这种车头的转向角度忽大忽小这样的一个感觉 在配合上它这个比较线性的动力输出呢 所以这台车啊我觉得它的过弯或者说整体的你在做一些变现的时候呢 真的可以做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体感了 最后就是底盘方面的一个感受了 那像我们刚才呢已经转进了一条临终小道吧算是 然后呢这条路呢是有很多种破损的路面紧盖以及呢减速带的 所以呢是很能够直接的去反馈到这台车的一个底盘表现的 前迈福迅后五连赶这样的一套独立悬架 那给到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对于路面的这种细碎的颠簸 它的处理还是比较到位的 那传进车里的一个感觉呢其实并没有很明显 虽然说它没办法去做到完全的隔绝 但是呢对于车内乘客来说这种细碎的震动其实还是能够接受的 毕竟价位也就摆在这啊 并且呢它在面对这种大的颠簸的时候它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回弹迅速然后又很有韧性 抛跳呢它也能够拉得住车身 所以呢整个底盘的数字是很高的 这呢也是奇亚一如既往的一个水平吧 我们之前试的那台奇亚的EV6那台虽然是一个比较偏性能的车型 但是呢它整个底盘的这种舒适性它也是兼顾到了 所以呢我觉得韩系车特别是现代或者说奇亚 它们在底盘调校上其实一直有它们的一个功力所在吧 OK车子试完了那今天它给到我的一个感受还是非常好的 首先它的外观足够的吸引足够的吸引人很有辨识度 还有呢就是它整个车厢的这种氛围了 通过织物以及呢真皮的一个混搭营造出来整个居家感 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还有呢就是它的整个储物空间啦 我觉得真的很贴心也很实用 那这个呢我觉得相比它的竞争对手很多国产新能源车来说 它的这个用心的程度我觉得是比较到位的 最后呢就是动力以及那整套底盘的一个驾驶的感受了 我觉得相比目前很多我试过的国产新能源车来说 它算是比较高水平的一个调校啦 那这也是起压易烛地网的一个水平吧 然后呢它的价格14.98到17.48万元这样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啦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它呢